基因的不肯定导致了多样性 但是有一些突变会导致疾病 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遗传病 那么我们呢就是做基因检测 来帮助诊断遗传病的 这类的疾病的种类非常的多 有5000多种 疾病之间的表情非常容易混淆 要诊断的话必须要测经 而且这类疾病非常严重 一般都是很小的小孩子就发病了 那么这个检测的市场其实非常大的 虽然每种病看起来都是罕见病 但是种类很多 5000种合计的发病率非常的高 那么从技术上来看呢 测序不难 数据分析非常的难 每个人的基因组都有上百万个变异 要从上百万个里挑出一个来 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最好的办法就是大数据 那么大数据是怎么起作用呢 就是如果有一个患者 他有这样的症状 你测到了很多的变异 如果你只有一个患者的数据 你不知道哪个是致病突变 但是如果有大数据 我就可以看到 凡是带有这个变异的患者 他的表情都是相似 就用相同颜色表示 这个表示了这样的一个突变和表情的 这种高度相关性 也就是提示强制病证据 我们构建了全世界最大的 中国人的遗传病基因表情数据库 这是十万人级的 全部的临床特征 和全基因组测序的数据 那么这全都是来自我们 自有的医学检测的业务 大数据加上AI的算法 可以把原来解释不明的 变异的给解释清楚 到底是治病还是不治病 那么这样我们实现了 全自动的精准诊断 当然这都是依托于 多项的知识产权 这样我们的检测的优势 就是测的全 分析的准而且性价比高